好 老师好 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这三颗 我按Ctrl2 Rootmeter 这是学生登录 对不对 新增 移除学生都在这里 那邀请家长 那另外这个Option 对不对 这边也可以新增学生 来 我们现在点那个Student Login 那老师看一下 我进到这里来 它自动切换到这里学生 那这里还有什么 Info 五年四班的相关资讯在这里 学生 家长 技能 老师的 我们来看看吧 我现在点这里 我现在点第二个 Invite Feminist 家长就跳到这里来 其实刚刚是在这里 现在这里 所以我刚刚点这里 点这里两个都通 点这里就进到学生 如果我点这里就进到家长 那我们就从左边来看一下吧 Info是什么意思 老师 我这个后来它变成什么 我们办理到六年级了 那不就变六年四班吗 OK吗 就变六年四班 这边改成六年级 了解吧 那接下来就变六年四班 那学生 刚说过了 这边可以做新增 如果要把这个同学移除 从这里点就可以把它移除了 那这个呢 我们下午再示范 这什么意思 我要给At Home Login 家长在家里可以登录 那早上我有先简介过 Class Dojo设计得很棒 你给 这边会产生QR Code 学生你把它贴在学生的联络簿上 家长拿着手机扫进去 就只会看到我自己学生在我 我的孩子在我学校的表现 这里会产生每个孩子的QR Code 家长只要拿着手机扫描完 就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那有加分跟减分 老师你决定要不要给他看了 这我们下午再示范 那在这个地方 Family是邀请家长 来 老师看一下吧 目前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家长 你不邀请也没关系 邀请完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要让他出什么 E-mail 你要去打E-mail给他 不过我们等一下下午可以来示范这个 那这里呢 Skill就是技能 那技能这里面可以新增新的技能 这每个班级老师可能不一样 那从这里可以把别班的技能导入进来 比如说我现在点的是什么 自然科学的 自然科学 这边我没有什么新技能 那自然科技这里 这边我都没有新家 五年二班的 这边是五年四班的 你看懂吗 如果觉得这个不错 你可以把它导入进来 所以从这里是把别的班级 你已经 你是客人老师 这个班级好不容易变完 可以把它技能转给别班的意思 来 Teacher是老师 那这里做什么事情呢 合作老师 如果我是自然科老师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这个班级我们两个一起上课 不过我们在台湾大概这个比较少一点 通常这专案的时候才有两个老师一起做一些专案 这边可以来做 那接下来这个setting就设定 设定的地方 我还真看不懂 好辛苦 按右键可以把它改成繁理中文 那老师看一下吧 在这里 在这里看一下 怪物的时候 这个很有趣 学生今年登录 学生在家里登录 可以把蛋复发成怪物 目前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些蛋 有印象吗 如果上课四周 蛋自动会孵化成怪物 那这怪物 学生可以设计眼睛 穿着 颜色 还挺好玩的 这下午再来示范 那要不要让班级故事 让你做评论 家长可不可以做评论 那合作教师可不可以做评论 那学生可不可以做评论 如果你要打开就点这个打开 我同意 同意打开 那这边就打开了 那学生们就可以针对学校的故事 可以加评论 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它有班级脸书吗 这设定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呢 你现在看到的中文是Google翻译在帮忙 虽然它有中文 但是它这边就是还是英文没有翻好 我们把它改成用Google翻译来帮忙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还蛮有趣的 其他下午的事情我们再做 那我们再点那个选项这里 我现在点了编辑教室资讯 也是进到这里来 你看见吗 编辑教室资讯 所以当你点这个 这个这个 其实预设都会进到这里面的整理的修改 其他的设定地方 下午我们要跟老师提的是比较这个 你看他这个翻译起来看起来有点不舒服了 叫投资组合 学生那有什么投资 来 我就把Google翻译取消一下 按右键翻译成Google把它改成什么 侦测到语言 这里翻译翻译得很不好 这叫学生的个人的记录 portfolio 这是班级的脸书 这我们下午之后再来跟老师做报告 来